第六題乘上題 若AB兩球接觸前的靜電力是F 現將兩球的距離和帶電量皆變為原來的兩倍 則A球對B球的靜電力 是B球對A球的靜電力的幾倍 這題給了我們距離跟帶電量皆變為兩倍 如果是要問我們後來的靜電力是原來靜電力的幾倍 那麼這個兩倍就是有用的 但他問的是A球對B球跟B球對A球 那麼這個數字兩倍就是沒有用的 因為就像我們當初在外游引力一樣 一個是地球吸蘋果 一個是蘋果基地球 兩個力量是相同的 因為我們帶的公式都一樣 我們帶的數字都一樣 靜電力的大小是跟電量乘機乘正比 距離平方乘反比 把兩個電量帶進去 那麼不管是A對B還是B對A 都是兩個電量帶進去 然後除以它的距離平方 所以數字會完全一樣 你可以把它想成所謂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一個是A對B 一個是B對A 作為一個反作的兩個大小是相同的 所以他們的大小的關係比就是一倍 完全一樣 所以第六題問我們說 則A球對B球的靜電力 是B球對A球的靜電力的幾倍 我們答案選擇是A1 再次回答案選擇 再次回答案選擇